上一部影片我们谈到了自动化系统的基本配置 以及使用这个M1K模组入门系统控制的方法 而在这之中我们得以操作M1K的唯一方法 就是透过存取Library SMU函视库来实现 这也省去了我们自行驱动USB协定的麻烦 然而Library SMU是用C++所设计出来的 如果我们也以C++设计所需的程式来存取Library SMU 看是理所当然 但我对C++其实是一窍不通 加上学习C++又是出了名的复杂 因此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另一项官方提供的控制方法 那就是如何透过Python来存取M1K 所以说我们要以Python来操作M1K 但要存取M1K 终究还是得经过Library SMU函视库 实际上除了Python之外 其他的电脑高阶语言 如VB Java C Sharp等等 多半也都是透过C语言的动态连接函视库 来存取电脑硬体装置的 这就是利用一个界面来将C语言与个别的高阶语言做连接 因此这在Python中称之为Python Bindings 而这个界面函视库名为PySMU PySMU就是一个将Library SMU包装成相容于Python的函视库 因此我们就可以在Python中轻松的透过它来存取M1K 那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取得PySMU呢? 安装PySMU的方法基本上算是有两种 一个是直接安装官方提供的资源包 而另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使用原始码 自行生成PySMU函视库 这两种方式的差异 简单的说就是手续的复杂度不同 因为要从原始码生成PySMU 需要确认非常多相容性的问题 如果没有这方面相关的基础 就必定需要经历一段惨痛的试错过程 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以简单的方式来安装PySMU吧 最原始的做法是独立安装底层函视库Library SMU 以及界面函视库PySMU Library SMU的部分 我们直接安装官方提供的最新版本 现行是1.04版 要注意的是PySMU也必须要选择相同的版本 以我的电脑为例 我的系统是Win11 64bit 因此要下载这个PySMU1.04版 然后Win64的版本 再来还需要能相容的Python环境 我们按照官方建议的 安装Anaconda Package 说实在的 我们这次摸索M1K的过程 真的学到了很多 像是我原本完全没碰过Python语言 不过 透过相关文件的引导 除了稍稍的入门Python之外 还接触到了Anaconda这个套件 Anaconda 这是个什么东西咧 我们从名称来理解一下吧 Python是蟒蛇 Anaconda是巨蟒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Anaconda 就是很肥大的Python呢 实际上Anaconda就是收集了非常多Python所需的常用套件 如Numpy Metlab Library等等 所以它就等同于是个Python的懒人包 安装完之后 我们可以开启它内涵的控打程式 在这个环境下进行Python 就能轻松的存取懒人包的内容了 我们可以在控打中 自由的建立相容的Python环境 如刚刚我们下载的PySMU package 相容于Python3.10版 因此我们可以用以下这道命令来创建独立的虚拟环境 然后启用虚拟环境 再来就可以安装刚刚下载的PySMU套件了 现在LibrarySMU及PySMU两个套件都安装妥当了 再来就可以试着存取PySMU来连接M1K看看啦 我们可以执行以下这段程式 如果这些韩式库的配置都正确的话 那程式应该就能将装置中的韧式库的配置都正确的话 那程式应该就能将装置中的韧式库的配置都正确的话 这样就代表PySMU可以正常工作啦 因此我们现在也可以来执行Python的范例程式了 执行LED程式的时候 红绿蓝这三颗就会以二进制的形式做切换 再来执行Read的时候 装置就会连续的把Channel A和Channel B的电压电流值一并传回来 我们刚刚示范了PySMU的典型安装方法 实际上官方有提供更简单的安装方法 我们先把虚拟环境关掉重开 确定PySMU无法使用 然后透过以下的这道指令 就可以一次帮我们把Library SMU及PySMU都搞定 省得自己一个个的安装 这才算是真正的懒人包嘛 不过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还是需要使用和韩式库相同的Python版本才能正常安装 同样可以正常执行Python范例程式 那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透过Python来操作M1K了 透过研习Alice原始码 或是从广大社群里取得范例程式 应该就能快速的学习 及改编出我们所需要的自动化程式了 到这边还等什么呢 有兴趣的您赶快自己去试试看吧 感谢您的观看 最后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了拜拜